在生活大爆炸等美距离频繁出镜 美国人最熟悉的中餐品牌 已经悄悄进入中国市场 根据职业餐饮网报道 全球最大中式连锁快餐品牌熊猫快餐 在云南昆明低调开店 餐厅位于昆明成贡区吴越广场 根据目前大众点评网评论情况看 这家餐厅的人均价格在20元以下 熊猫餐厅不仅提供正餐 可能还有早餐和夜宵 菜单上当然少不了在美国市场 大受欢迎的招牌菜 公报鸡丁和陈皮鸡 以及更有中国本土特色的 撸串串和张飞牛肉 昆明吴越广场的项目招商副总监说 这家餐厅并非山寨店 由正规品牌授权 菜品针对中国消费者口味进行了调整 熊猫快餐创立于1983年的美国加州 创始人是华裔企业家陈振昌 经过多年发展 被称作中餐界麦当劳的熊猫快餐 已成为全球最大的中式快餐连锁店 根据2019年数据 它的门店数量已超过了2200家 它还扩张到加拿大 墨西哥 俄罗斯等市场 年营业额为39亿美元 熊猫快餐作为典型的美食中餐 价格公道 颇受外国人欢迎 但它能否抓住中国人的胃 还很难说 显年记者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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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identifiedilles 两分 她的 Extremadura Ö nít